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买的 5月份买的 现在还不到2024年5月 就是说我一年前的订单的GPU还没到 你就告诉我说叫我们去买你新的晶片组 它的意思是这样 我说新的晶片组算力高达多四倍 这叫做你算力这么高 那你也没有什么新的应用 我昨天已经跟你讲过 新的AI的server 我之前的AIserver在去年架构 今年初架构 我都还没架构完 你就推出新的 跟我说可以训练减半 那我前面的训练已经在进行的 都还没做完了 你就叫我再换机 这个是大型的公司 是Meta Amazon 跟微软在买的 不是一般小公司在买的 是大公司在买的这些server 我才刚刚花了几百亿美金在买 你现在跟我讲 这个新的产品推出来 有多好又多好 4奈米的制程 这些大户当场就傻眼了 为什么傻眼 因为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过了 亚马逊的执行长 他已经说了 深层是AI没错 很好用 但是收益是相对比较少 所以大家在找什么 降成本提高效率 这项技术 你现在又出一个新版的 跟我说很厉害 但是又比较贵 这个才是问题 再来看 SORA团队已经讲了很明白 短期内没有影像生成 AI这个产品 对不对 而且亚马逊 微软 Google都说 这个热潮好像要悄悄的稍微下调 稍微的有点夸大 我们就要开始保守了 什么概念 我的旧版的就已经在保守 你新版出来再怎么厉害 你都推不动 为什么 我旧版的订单都还没有消化完毕 我今天如果是2026年 2025年推出B B 就是所谓的block rail B rail 就是B200 OK 你如果是明年推出来这个B200 我觉得市场会认同你 但是你推出来速度太快 我前面这一代还没走完 我前面这一代还没走完 至少我用一年两年嘛 我才用一年 有些人还没买到 我去年下了单子 现在还没来 你现在又叫好换 你看这叫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在 今天台北股市上面 看得很清楚 很清楚很清楚 今天的双红 早盘你看 上去以后开始下杀 齐红 散热亦冷 很好啊 非常好非常棒 超级赞 一样杀给你看 这个是挥打点名的啊 对不对 有啦 今天有涨啊 今天其实你看 连鸿海这个标准接到B200的 开低走高 开低哦 走高哦 对不对 它也不是开高走高嘛 你这个唯一受惠最多的 深层是AI的server 成长100% 股价呢 涨到哪里去 挥打也是受惠的 涨到哪里去 伪创受惠的 有涨 不错 昨天稍微这两天有涨 对不对 伪创还有涨 小涨 你没有大涨啊 怎么会这样 不是大家都在讲说GTC大会 大家都会涨嘛 昨天我讲得很明白 是不是双红 我说过跌以前 它一定会先拉再讲 对不对 GTC大会18到21号 台湾是19号到22号 反应的时间 所以你看 双红那时候是715块钱 它是不是先拉上去 你再看看今天的双红 早上724拉高 最高来到745 它是不是先拉 再创高 变黑黑 它是不是先拉上去 再来倒 你看看 人家对GTC 这一次的大会的反应是什么 去年是全面性大涨 今年是开高准备要卖股票 今天能涨的长龙 对不对 今天大涨 都是在投信 那个00940的成分股 对不对 中美金 涨停板嘛 投信要买 人家就不卖给你 让你慢慢拉 拉到300块 250再来卖 等到你200块 300块的时候 你就不是高股息了 高股息 它到底可以配多少 现金股利去年是3块半 然后今年配多少 5块吗 10块钱吗 10块钱 以300块来讲 200块是OK的 300块我就不能跟你讲了 如果拉250以上 它就不见得是高股息 你在2万点 大家全部去买 这个1000多亿的资金 全部去买这种 你在看汉堂 因为现在这个目前 问题在哪里 你看汉堂 400块 股价在哪里 创新高 本来在300拉到400 400再涨 而且今天是储置 处置之后它还不卖给你 等到因为未来9天一定要买 你这个1000亿资金 在未来1700亿资金 要在未来9天 一直买这些成分股 狂买 联发科你从1100好了 把它买到1300好了 你看看它是不是高配息 它的配息率绝对没有 它的殖利率 现金值率绝对没有高过4% 5% 因为它不可能给你55块60块 你电子股要给高现金股利 必须是像鸿海这一种的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 去再次的大幅度的成长 这一种才有可能是高配息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情况底下 你看看那个投信 你看看那个投信 我们现在2万点 你一直在狂买这些个股 像联发科这一种 你买啊你继续买 你买上去的时候 到时候外资开始反手到 我做价差嘛 外资他说没关系我做价差 我不要做高股息 我做价差 你从2万点掉到1万8 我告诉你散户就会动摇 1万8掉到1万6 散户就会停损 投信就跟着要停损 你相不相信 因为你去年2023年的赚的钱 没有2022年那么好 所以你这个高配息高股息 是有疑虑的 就算你的进入门槛很低 但是你是一次性买进 如果你是每个月都买 那算那没问题 如果你是all in 一次就买 你就跟买股票一样 你股票当场就买在2万点 你2万点去配息 2万点配息 台湾的配息要扣指数的 2万点一配 台湾每年要配到七八百点 当场就来到1万9千多了 再加上如果今年出现筹码松动 因为FED不会升息 不会降息 今年美国的景气比较好 因为有战争 降息很难又有QT 国际资金从台北移到 移出去 因为现在台币在贬值 你发生了人家这个外资 在出的时候 人家外资随便一卖 上兆台币在卖股票的 你拉到2万点人家就是这样卖了 你那时候还不是一样要去停存 台股2万点的风险在哪里 FED不降息啊 台币一定会贬值的嘛 外资就不买了嘛 好啦你就剩下投信嘛 来吧你撑几天 我要看看你投信千亿 资金能撑多久 外资买超千亿 那个是在买超台积电 就买那两三档股票 而且人家有避险 你有避险嘛 你就只是买进来等配息 这个傻瓜操作谁不会做 你不会做吗 人家存股票至少还等到台股 跌到1万6 1万7吧 存股票没有人在2万点存股票的啦 没有人在大涨之后去买高股高配息 没有人这么傻瓜啦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人 这么多人跑去买 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现象 你看窗户 2059的窗户 做捣鬼的 什么意思 做那个赤福器里面的重要的零组件 那个捣鬼的 今天是 它是在创 它在创近期新低耶 然后前面来到1500 现在回到1200块钱 我们再看这穿湖好了 今天开高走低 你看穿湖 本来在1500现在是1270 对不对 再来看立望 3529的立望 高价股耶 今天快跌停耶 它也不是今天跌的啊 上个250一直来到今天最低2450 这3250到2450 你这个也700块钱啊 70万啊 一张70万啊 IP了 325这也是一张 一张70万啊 5274的信华 没人讲啊 电视节目也不会讲嘛 反而高价股没有人要嘛 散户也不会买 对不对 3300来到最低来到2600反弹 好今天又翻黑 AI IP这些都是IP股耶 这些都是细致财 我跟你讲过 IP股是什么 IP是景气的前端啊 景气的前端啊 景气的最前端 它们是IC设计的上游 景气的前端的这些个股都在跌 因为你看信华 3300来到2400 700块 力旺 3250来到2450 2500 也是700块 做倒轨的在跌 正在跌 再看 前面跟你讲的 信邦 对不对 2月22号来到3月19号 今天大概跌掉11成半了 金像电好一点点10% 资源快20% 神盾23% 艾浦18% 安国三成 创意两成 这些都是有IP的 对不对 8054 资源也是啊 资源这么老牌了 你看他今天有大涨嘛 今天涨到哪去 他在跌 他从2月份一直跌 他现在还在跌 而且我刚跟你讲的这些例子 从2月中 2月底 3月初 这些IP股都在下滑 然后大家都跟你吹嘘AI有多好 对啊 最明显的例子不就出来了吗 双红 双红 昨天拉让去几乎涨停板 今天是GTC大会开始 然后呢 今天双红在哪里 一根黑黑派嘛 看起来不多啦 对啊 不多那你干嘛要杀这么快 你干嘛跑这么快 我要讲一句话 你干嘛跌这么快 你可以小跌嘛 干嘛跌到7个percent 7.7个percent 你为什么要杀这么快 而且不是说双红嘛 齐红啊 也跌到8个percent了嘛 跌8%啊 我今天GTC大会 这假的吗 GTC大会这假的 黄仁勋在讲话是讲假的 他的开会耶 为什么这些概念股全先跌在讲 然后投信买的高股息在涨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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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好 回来节目现场 这个FED不降息台币是区别的 现在台币现在是31.7的 其实还有个问题点在哪里 在日币日元就日本央行已经决定 不要再做负利率 所以日币会开始升值 当日币开始升值的时候 它会拉周边的货币往日币靠拢 以前我们都在换日币嘛 要去日本玩换日币嘛 你叫日币升值 你把日币换回台币的时候 你可以赚钱 所以大家会跑去买 你有日币你会卖 没有日币的人会去抢买日币 因为日币要升值啦 那你台币是不是你看台币会趋贬 它还在贬值 它会干嘛 外资会干嘛 卖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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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资金缺口已经开始了 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 你看清楚 你看一下信华 这个绝对不是法人在买的 3300块 对不对 这个绝对不是散户 对不起 3300块 散户可能有 一张330万 我觉得买的人应该很少 对不对 立旺3200的 窗户1400 1400 140万 300万 400万 对不对 更不要讲说 我前面跟你讲了什么 你看看今天的世新3661 刚才忘记讲 你看 早半还一度跌停 我的天啊 3300 这样下来350 一天就35万 破新低 世新破新低 台股2万点 世新破新低 世新破新低 怎么办 世新破新低 代表说法人钱跑掉了 没有人跟你讲这个 所谓千金股 对 它还在千金股 因为它还在3300块 你要它跌到1000块以下很难嘛 可是它是4000块 跌到3000块 它跌掉了1000块钱 跌掉了100万 我讲的是市值 我很早 3月6号 我就一直跟你讲 IP这边的东西 是有保守的 而且世新从3月初 那时候还有4000块钱 你看看这个东西一直都在跌 更不要讲说神盾嘛 神盾今天反弹是对的 反弹后它还是要跌啦 就讲白了 这个安国也是 值谁快谁慢罢了 通通要回来啦 所有的IP都要回来啦 等到他们落底之后 台股才会跟着跌 等到台股跌的时候 搞不好这些什么世新啦 刚刚跟你讲的信华啦 甚至于说川湖应该不会 川湖是捣鬼啦 力旺啦 这些才要反弹 等到他们反弹的时候 台股才是真的 要回档 那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很快 最慢两个礼拜啊 应该是说在4月初啦 可能未来两个礼拜 我们都看得到说 这些IP还在做 最后的赶底的动作 然后台股还继续撑 因为什么 投信还在买 投信只要继续买 IP就继续跌 外资一直在到 对不对 等到它到了差不多了 你投信回过头来看 怎么会我买一缸子的股票 都在高档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下来了 那其他人怎么样 诶 存股族开始卖 它就会发生这种所谓多杀多的现象 我没有在吓你啦 因为安国已经跌2月份 跌到3月份了嘛 市新已经从3月初跌到现在 而且还在破底 资源也是从2月初 460 450 来到350 跌 跌三成的啦 跌翻了啦 你看那信华700块嘛 对不对 力旺也是700块嘛 是不是 市新比较夸张 1000块啊 对不对 这都是外资的问题 外资 外资法人不买 就会变这样子 双红你看 你看刚刚创新高今天怎么样 跌停 这实在是 你怎么买 你双红怎么样当冲你今天的全套啊 我昨天在跟你讲风险 风险 风险 我没有在跟你讲说 这里人家没有跟你客气 他直接就抓起来就卖了啦 跟你客气什么 你买错股票你真的跑不掉 你看看智邦 2345的智邦 今天你看 他因为跌很多嘛 所以今天没有跌停嘛 可是 他有涨过吗 二月初到现在 他每天跌 金像电是刚开始跌 智原也每天跌 艾普也每天跌 还有谁 有啦 安国还好啦 安国还有 反弹 对不对 神盾 反弹了 继续 创意 还在跌 还好今天双益有点小小的下引线 但是这个下引线 明天可能不好守 创意可能明天这个低点不好守 但是我认为这些IP股它下来会有机会 我认为他们会做一个所谓的中间的就是所谓的逃命波 他们一定会做 他们一定会做逃命波 而且是全部一起谈 然后那个时间点你看 今天的强势的 像这种长龙 他就要回档 为什么 因为马斯基有提出警告 未来的运价有问题 可是运价有问题 表示通膨会受到控制 反而又没事 所以我们就来等 到底是降息先还是运价先跌 就是运价先还是不对 应该说是运价先跌呢 还是通膨先降呢 应该要这样讲 要讲说跌先怪怪的 所以我们这边来看 因为长龙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运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比通膨率反应更快的 这个所谓的指标 我们可以来观察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今年的高股息 高配息都应该要暂停 因为今年如果不小心 走六个月的空投就好 2万点回到1万5 我告诉你 不是融资回补了 是这边要停损 今天如果散户可以进去1700亿 就表示说他们对于 这个所谓高配息的期待值有多高 一旦这个期待值变成失望值的时候 那个不是空军降落啊 这个叫做地毯式轰炸全面 希望那一天不要到来 我只是把可能发生的风险讲给你听 我希望它不要来 如果来了 或者你先把QRGO掃进去 或者是跟上我的脚步 这里我们先做一个风险性的考量 做好准备 所以如果外印真的从2万刷1万8 反弹再刷1万6 1万5 我们还可以收现现金收回来 重新再做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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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